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盲童 我们的老师生病了 学校里给我们安排了一位五年级的老师来带课 这位老师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头发都白了 他知识渊博 讲课的时候情感很丰富 他对我们很好 他刚走进教室 看到一个学生的眼睛上包扎着绷带 就说 要好好注意你的眼睛啊孩子 这时戴洛西问 老师 您在盲童学校教过书是不是 是的 老师回答 原来 他以前在泥渣大街上给盲童当老师 戴洛西又试探性地问 老师 您能给我们讲一讲盲童学校的事情吗 老师坐在讲桌前 用舒缓的语调开始述说起来 你们平时总是说盲童 简直就跟说病人 穷人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 轻松平常 可是 你们真正了解盲童的含义吗 你们想想看 盲童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看不见天地 看不见父母 看不见黑夜白天 他们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 你们不妨闭上眼睛 设想一下 假如你们是盲童 你们会怎么生活 你们会感到焦躁 无助 恐惧 不安 甚至会因为无法忍受暗无天日的生活 而发狂悲痛之死 然而 如果你们能够去盲童学校 你们会看到他们也在轻松地爬楼梯 他们也在愉快地演奏乐器 他们看起来和你们是一样的 这时 你们绝不会觉得他们是不幸的 只有用心地仔细观察这些孩子以后 你们才能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 有些16岁至18岁的青年 他们身体健壮 性情爽朗 似乎对自己的不幸毫不在意 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但是 却经常独自一个人黯黯哭泣 那是多么让人悲痛的情景啊 同学们 你们好好地想一想吧 在那些盲童当中 有的刚一出生就失明了 有的是经过了病痛的折磨 手术的治疗后失明的 他们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黑漆漆的世界里 并且还要继续忍受更多的痛苦 当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 自己与别人的巨大差别时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问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为什么却跟别人不同呢 老师情绪激动 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极了 过了一会儿 戴洛西问道 盲人的感觉是不是比我们更灵敏呢 老师回答说 是的 盲人的感官都非常灵敏 虽然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东西 但他们其他的感官并不逊于普通人 他们能凭借自己的感觉告诉你 太阳已经出来了 他们的本领大着呢 在一个有着很多人的房间里 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说话 他也能判断出 这个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 他们只要用手摸一摸 就知道一件东西是干净的还是脏的 那些失明的小女孩甚至可以分辨出毛线的颜色呢 当两个盲人一起路过一家店铺 他们只需闻一闻 就知道他们在经营什么 而我们只用眼睛看 却不知道店铺也会有气味 有些盲人还会玩陀螺呢 他们寻着陀螺转动的声音走过去 就能捡到它 他们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简直就像眼睛能看见一样 他们的触觉就是这样灵敏啊 触觉就是盲人们的视觉 摸一摸 碰一碰 他们就能知道那些物体的形状 大小 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盲人在工业博物馆里参观的样子 特别让人感动 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触摸任何东西 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 他们高兴的就像过节一样 那情景真是令人动容 这时 卡罗斐站起来问老师 听说盲人的算术很好 是真的吗 老师回答说 是真的 他们也学算术 也读书 但是 他们所用的是一种特殊的书本 他们也能写字 所用的也是一种特殊的纸 这样一来 盲人们也能够和正常人一样 能够写信件 读书了 同样 盲人也能计算 而且算术很好 他们不像我们那样 注意力容易分散 我真想让你们看看 那些盲童是怎样认真地学习 怎样热烈地讨论问题的 而且 他们比我们更依恋老师 他们根据脚步声和气味 就能辨认出老师 还能判断出老师情绪的好坏 当老师鼓励表扬他们的时候 他们很希望老师能抚摸他们 他们自己也会去摸摸老师的手和胳膊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这些盲童彼此相亲相爱 平日里他们总是一起玩耍 在女子学校里 一旦结成了某个兴趣小组 他们就不会再分开了 友情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 这时 马提尼又问 盲人对音乐是不是很擅长 他们非常喜欢音乐 老师回答说 音乐能给盲人带来快乐 就像是他们的生命 即使是一个年纪很小的盲童 他也能一动不动地 听上几个小时的音乐 如果老师告诉哪一个盲童说 他没有音乐天赋 那么他就会很伤心 然后又会拼命地去学习 如果哪天你们能看见 那些盲童们聆听音乐的神态 你们就会明白 音乐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如果老师对谁说 你会成为一个音乐家 那他一定会手舞足蹈 高兴地叫起来 在盲童的眼里 音乐天才是令人静默的 如果有两个人吵了架 也会去找音乐学的 最好的人来调解 因为只有他 才能使两个吵架的人重归于好 假如不让盲童读书 不让盲童听音乐 他们就会极度的伤心 对于我们来说 光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 音乐才是必不可少的 戴洛西又问 我们能不能去看望一下那些盲童 当然可以 老师回答说 不过 你们最好不要现在就去 等到你们真正懂得了 他们的不幸的时候 再去吧 你们不知道 他们有多么悲惨 那些孩子一个个坐在窗前 似乎在看窗外的风景 可是 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一想到这些 就会让人觉得伤心 心情也不由得感到压抑 有些人天生就是盲人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 这种情况还算好一点 可是 对于那些后天失明的孩子来说 无疑是个灾难 有一天 一个盲童伤心地对我说 老师 我很想看一看这个世界 哪怕就是短短的一秒钟也好 我想看看妈妈的脸 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模样了 等到妈妈来看他们的时候 这些盲童就一遍遍地用手 抚摸着妈妈的脸 从额头一直摸到下巴 耳朵 他们想记住那张脸的形状 他们好像在请求着 请让我再看一次 请让我再看一次 啊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从盲童学校回来后 一定愿意把自己的视力 分享给他们 希望能给他们一丝美好的曙光 同时 也会庆幸自己能看见这个世界 是多么的幸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